马斗福音 第二十四章 耶稣由圣殿里出来前行 门徒前来把圣殿的建筑指给他看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这里绝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而不被拆毁的 他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 门徒前来私下对他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 又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欺骗你们 因为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 我就是墨西亚 他们要欺骗许多人 你们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 小心 不要惊慌 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 但还不是结局 因为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 国家要起来攻击国家 并且到处要有饥荒 瘟疫和地震 但是 这一切 只是痛苦的开始 那时 人要交付你们去受刑 要杀害你们 你们为了我的名字 要为各民族所憎恨 那时 必有许多人要跌倒 互相出卖 互相仇恨 许多假先知要起来 欺骗许多人 由于罪恶的增多 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 唯独坚持到底的 才可得救 天国的福音 必先在全世界宣讲 给万民作证 然后 结局才会来到 所以 几时你们见到 达尼尔所说的 招致荒凉的可增之物 已立于圣地 读者应明白 那时在犹太的 该逃往山中 在屋顶上的 不要下来 从自己的屋里 取什么东西 在田野里的 也不要回来 取他的外衣 在那些日子内 怀孕的和哺乳的 是有祸的 你们当祈祷 不要叫你们的逃顿 遇到冬天或安息日 因为那时 必有大灾难 是从宇宙开始 直到如今 从未有过的 将来也不会再有 并且那些时日 如不缩短 凡有血肉的 都不会得救 但为了那些被选的 那些时日 必将缩短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 墨西亚在这里 或说 在那里 你们不要相信 因为将有 假墨西亚 和假先知兴起 行大奇迹和异迹 以致如果可能 连被选的人 也要被欺骗 看 我预先告诉了你们 为此 如果有人对你们说 看 他在旷野 你们不要出来 或说 看 在内室 你们也不要相信 因为如同闪电 从东方发出 直照到西方 人子的来临 也要这样 无论在哪里 有死尸 老鹰 就聚集在哪里 那些时日的灾难 一过 历时 太阳就要昏暗 月亮也不发光 星辰要从天上坠下 天上的万象 也要动摇 那时 人子的记号 要出现天上 地上所有的种族 都要哀嚎 要看见人子 带着威能和大光荣 乘着天上的云彩将来 他要派遣他的天使 用发出红声的号角 由四方 从天这边 到天那边 聚集他所拣选的人 你们应该由无花果 取个比喻 几时他的枝条 已经发嫩 叶子出生了 你们就知道 夏天尽了 同样 你们几时 看见这一切 你们就该知道 他已进了 就在门口 我实在告诉你们 非到这一切发生了 这一世代 绝不会过去 天地要过去 但是我的话 绝不会过去 至于那日子 和那时刻 除父一个外 谁也不知道 连天上的天使 都不知道 就如在 诺厄的时日 怎样 人子的来临 也要怎样 因为就如在 洪水以前的 时日 人照常 吃喝婚嫁 直到 诺厄 进入 方舟的那一天 仍然没有 觉察 直到洪水来了 把他们都 卷了去 人子的来临 也必要这样 那时 两个人 同在田间 一个被提去 一个 却被遗弃 两个女人 同在 末旁 推磨 一个被提去 一个 却被遗弃 所以 你们要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 在哪一天 你们的主人 要来 这一点 你们要明白 如果家主知道 盗贼 几更天要来 他必要醒悟 不让自己的房屋 被挖穿 为此 你们应该准备 因为你们 不料想的时辰 人子 就来了 究竟 谁是那 忠信聪明的仆人 主人派他 管理自己的家仆 按时 配给他们食粮呢 主人来时 看见他 如此行事 那仆人 才是有福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要委派他 管理自己的 一切财产 如果那恶仆心里说 我主人必要持严 于是开始 拷打自己的同伴 甚或同罪汉 一起吃喝 正在他不期待的日子 和想不到的时刻 那仆人的主人 要来到 铲除他 使他与假善人 遭受同样的命运 在那里 要有哀嚎和怯耻 我主人必要吃你 你不在意地 没来到 他不肯定 再与你 你不肯定 估计